明年底的首都之战 我们来在汪汪忠实面上当中 也做了交叉的分析 戴议员交叉分析之后 连盛文依旧是一枝独秀 范律的支持数字也是相当之高 但是他到底选不选 你们怎么办 你们没有母鸡 我当然希望他如果要选赶快表态 因为地方的整合各方面 我们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母鸡 来带动我们整个地方的选取 那我觉得他选的机会应该超过五成 可是没有定案宣布之前也没人敢讲 那我觉得这次旺旺忠实的民调 跟一个月前左右 我们时报周刊所引用的 另外一个民调机构的民调 都有差不多十六十七的左右的民众 是挺泛然的 可是是支持柯文哲的 那我觉得两党从98年开始 台北市长选举里面 这个国民党最多的 大概一次是在2002年 就是马英九出来选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曾经高到将近65%的选票 民进党最高是在阿扁竞选连任那时候 虽然他输给马英九 但是那次的票也冲高到45% 大概降近46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 因为国民党整体的施政 作为民众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在明年的选举过程当中 国民党会不会创台北市长选举的新低 而民进党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把彼此的差距拉近 因为98年那次 两党的实际选票差距大概只有5%左右 那如果国民党因为施政的成效 被大家所质疑而创的新低 民进党有这个机会 趁势地吸引一些中间 或是中间不表态的选民支持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市长选举还是五五坡 所以国民党也不能够大意 就是说觉得说这个基本盘 因为基本盘大概是50到55蓝军 那绿云大概40到45 大概上去5到10%的差距 但是当你执政不好的时候 加上人选的因素非常重要 如果到最后人选不进的唯一的话 那到最后选举差距接近的话 可能不见得不见 国民党一定能够稳超胜准 所以竟然如果不日益胜文选就回了 国民党没机会 但民进党的吴府签字也很恐怖 是啊 现在有人讲 如果是让游锡坤或是让吕秀莲 甚至顾立雄其他人选都觉得是放水 包括绿云里面能讲 那只要重兵到台中 中张头 其实这场选举 你知道一个400万 一个270万 就670万了